大家好,欢迎收听牧师医学讲堂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让生意人忘财的风水格局 那么有的同学啊,他是自己创业做生意的 那么对风水呢,格外的关注 但是呢,专业知识不足 很多时候啊,只能是学一点 一葫芦画瓢去改一点 那么最后呢,发现这个效果啊,也不明显 那么很多人啊,其实不知道 店铺或者公司风水啊,和咱们住宅风水是有区别的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前者是求财为主 后者是求平安健康 目的不同 自然呢,操作方法就不同了 那么下面呢,我就具体讲讲 生意人呢,如何操作好一个旺财的好风水 首先呢,与一般住宅不同 开店做生意嘛,求财为主 那么有两点你们要记住啊,这是比较专业的两个知识点 那么学习我专业班的同学啊,应该都清楚 但是一般人呢,不一定能够理解 那么今天这些课呢,针对普通听众啊 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案例给大家讲清楚 好了,我们讲哪两点呢 第一,来水要欲带还腰 第二,来水要去取有情 好,大家一听肯定懵了 是吧,听不懂,没关系 我每一个都会给大家讲清楚啊 首先讲第一个 来水要欲带还腰 什么意思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城市中有许多马路 高架桥 十字路口啊,等等 那么他们呢,造型各异 但是啊,大家在开店 在选址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一种 就是那种圆弧形 或者半圆弧形的马路 或者河流啊 他们呈圆形 半圆形 或者弧形 围着建筑啊 那么这种刑局呢 就叫做欲带还腰的格局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农村 是吧 那么农村里呢 有一栋房子 那么在房子的前面呢 就有一条小河 它呈圆弧形 围绕着这栋房子 那么这个呢 就是欲带还腰的格局了 那么这个是非常吉利的一种刑局 那么通常我们讲啊 这种刑局对家运 特别是做事业 做生意的人呢 对他们的运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相对的 大家也要小心 因为月代还腰的格局啊 必须是防止被河流 或者马路围绕环抱 才算是 如果房子的位置啊 恰好在相反的一面啊 那这种格局就是不好的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反弓煞 那么这个反弓的这个弓啊 就是弓箭 我们古代用的弓箭 那么顾名思义啊 大家去想象一下 古代的弓箭 在拉开这个弓弦以后啊 这个人脸所在的这一边呢 就是欲带还腰啊 因为这个弓啊 它是成半圆弧形 围绕着人脸的 对不对 那么相对的一面呢 也就是弓箭的箭头那一面呢 就是反弓煞了啊 所以说我举的这个例子啊 跟咱们房子的位置啊 是一个道理啊 如果房子是在半圆弧形的内侧啊 就是欲带还腰 如果在外侧啊 这个就叫反弓煞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第二点 来水要去取有勤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店铺门前的马路啊 一定要有车停留 有人停留 那么这个水啊 才是有勤水啊 如果店铺门前的车流很急 行人匆匆啊 这个就是无勤水啊 可能我这样讲啊 大家还是听不太懂啊 我举个例子啊 那么有一次啊 我就去帮一个客户啊 店铺选纸 那么他是做餐饮的 然后呢 他自己看中了一个地方啊 让我去看 那么在一条主干啊 到旁边 看上去呢 确实也挺不错的啊 店铺呢 钱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的空地 那客户吃饭啊 停车呀 也比较方便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马路的刑局啊 我就告诉他 这个地方做餐饮不行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来水太急了啊 属于什么呢 无勤水 不利于你做生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条马路上啊 这个车辆直来直去啊 而且第一 没有人行横道 第二 没有红绿灯 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就造成什么呢 过往的车辆啊 就会开得非常的非常的快啊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车呀 开过来 我们在风水里面就叫来水啊 那么有来水就代表有气韵 有财 但是车辆呢 他又飞快的又开走了 是吧 那么 气韵呢 也就很快的就被带走了 财也被带走了啊 相当于呢 就是说昙花一现 是吧 拉来了一帮财宝 给你看了一眼 是吧 你都还没有五热 然后就被拉走了啊 所以说就叫无情水 那么说难听一点啊 这样的刑局和气韵呢 就是不给你留一点情面啊 来去冲冲 不管你的死活 那后来啊 我就给他选了一个地方啊 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那么正好这个店铺门前啊 就是人行横道 有红绿灯 车辆过来之后呢 遇到红绿灯啊 他都会减速慢行停留 是吧 那么即便是绿灯的时候啊 也会聚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等红绿灯 那么这样的风水刑局啊 就是有情水 因为在风水中啊 有句古训叫做什么呢 叫做水济直冲而跪在停留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不幸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身边观察一下啊 凡是店铺中有我说的这种刑局的 基本上啊 他生意都不会太差啊 反之呢 就是那种频繁换老板的店铺了啊 那么来来水的这个友情啊 我还遇到过一个有趣的案例啊 也是一个客户 他自己呢 懂一点风水 但是呢 他学风水是在自己开店之后啊 因为那个感觉这个生意很差呀 才想起 才想着自己去学点风水 是吧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他也是在喜马拉雅听我的课 找到我 那么他就告诉我啊 他现在开的这个店的位置啊 风水很差 朝向呢 也不好 而且外面的刑局啊 也不好啊 生意呢 一直没有多大气色 那么我大概给他看一下啊 发现正好就是我讲的这种 无勤水的格局啊 你说每天客户吧 还是有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生意 但是呢 就是赚不到钱啊 即便是哪个月赚钱了啊 又发现开销更大啊 算下来完全是给下面的员工打工 那么我就让他 我就让他再把这个招牌啊 把他做醒目一点啊 我给他制个招 我让他把这个招牌做醒目 夸张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要引起过路车辆和行人的注意力 比如说你这个招牌造型很夸张啊 那么过路的人呢 就会多看一眼 是吧 那他行走的速度或许就会慢一点 甚至夸张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么他们还会拿出手机去拍照 是吧 那这样的人的话 他就会停下来了 那么我们其实不需要他们一定要进店来消费啊 只要停留啊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用人为的这种方法去对风水进行改造啊 让店铺门前能够形成奶水停留友情的局面啊 但是这个呀 要真的是要靠设计和策划啊 不是说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啊 那么后来呢 他也按照我的要求改了 招牌也改大了 更醒目了 但是呢 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让人什么呢 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说 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达到我讲的目的 所以说生意上呢 虽然说有一点好的变化 但是总体上没有大的变 没有大的改变 但是就在最近啊 他突然给我发信息说 他现在这个店的生意啊 好了很多 你们猜猜是为什么 我听了之后啊 也觉得挺逗的啊 原来啊 就在上个月啊 就在他们店门前新规划建造了一个什么了 公交站 哎呀 我就说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是吧 这个公交站啊 正好就在他店门前 那么因为这个公交站的出现啊 就让店铺门前就时常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那么这就让原本直来直去的这个无情水啊 变成了去取有啊 有情停留的这个有情水了 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 改造来水刑局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啊 比如说还有一些懂风水的一些店家老板 他们会自己在店门前马路上安装什么呢 减速带 那么这样来车啊 来车看到减速带啊 他就会减速通过 是吧 也能改变风水刑局 那么还有一些店家呀 特别是那种小超市 你们也经常看到是吧 超市外面会放一些什么小孩玩的玩具 比如说木板啊 游戏机啊等等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让门前有人停留 那么我记得我们行列啊 有一个很典型 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啊 是老一辈风水是讲的 那么就是那会儿手机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啊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BB机 是吧 你要打电话必须用坐机 是吧 那么当时呢 就一个挺聪明的店家老板啊 他做超市的 他就直接在他的大门前啊 摆放了一个公用电话机 不要钱提供给过路的人使用 然后他店门前呢 就经常都是好多人去排队打电话 那么虽然这些人呢 都不是买东西 但是风水有了啊 自然你声音也不错 所以说今天你听我讲了这些以后啊 你自己开店做生意 你就要好好策划一下 怎么样让自己店门前能够留住人啊 可以通过一些营销手段 也可以通过增加一些风水布局的方式去实现啊 那么前面讲的呢 都是外局啊 那么店铺或者住宅内局啊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内局自然就是要看什么 看大门的朝向和收银台 或者是说财务室的位置了 其次呢 是老板的办公室 那么你们经常出门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有很多公司或者店铺 你们仔细观察 很多老板会在收银台附近摆放 招财猫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来讲啊 招财猫都是放在财位上的啊 那么收银台呢 也必须在财位上才能望起来 那么有很多店铺啊 虽然大门开得很好 地理位置也不错 那么每天进进出租的客户呢 也不少 但是呢 就是赚不到钱 那么或者进店 看的人多 掏钱的客户少 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什么 收银台的位置不对 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店铺啊 他们干脆什么 连收银台他都没有 是吧 为什么呢 生意小嘛 老板想着就他一个人 既是老板又是导购 还要兼做收银员 那么客户给钱啊 他就直接往自己兜里揣 那么看起来是挺方便的 其实啊 大家注意 这种现象啊 我们也可以说他风水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做生意一定要有财库啊 那么这个库呢 就是装钱的地方 积累财富的东西啊 那么所以说 哪怕你生意再小啊 你也得行事化的做一个收银的地方 哪怕你不用啊 你就在那个地方设个钱柜啊 你收了钱就放到那里去 那么对于一些小公司而言 特别还包括那些自己在家里面 办公做项目的同学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很多是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的 那么更没有专门的财务史 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至少也得搞一个保险柜啊 来当自己公司的财库啊 往里面装钱 那么装公司重要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保险柜啊 放在财位上啊 这样财才会忘记来 那么我风水专业班的学生啊 很多也是自己做生意的 他们听完专业课以后啊 都是自己去处理风水啊 现在基本上呢 都按照我的方法设置了财库 那么财库的形式啊 我们可以不讲究啊 但是呢 一定要有啊 那么讲到这里啊 可以顺带也提一下 我们自己家中很多做生意的人 都会在家买保险柜 那么这个做法呢 其实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保险柜啊 就是财库啊 相反的 很多家庭他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家里重要的东西啊 都是到处放啊 衣柜放一些 床头柜里面放一些 书房里面再放一些这种 或者是说 有些家庭 他直接就把重要的东西啊 交给远在老家的父母去保管 啊 这些都不是很好的啊 那么还有一些老板 喜欢在店铺里 摆放什么 招财术啊 这个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但是一定要花时间去打理这个招财术 那么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去吉林长春 给一家公司看风水 那么他公司门前啊 就摆放着两盆招财术 我开始我都没有注意什么异常啊 后来我临走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盆底啊 不停的在渗水 那我一问才知道啊 就在五分钟前 这个公司员工给门前的招财术浇了水 但是呢 这两盆招财术的这个盆底啊 没有托盘 那这个员工水浇多了啊 浇的太多了 这个水就渗出来了 那我马上我就跟那个老板打招呼啊 我说赶紧换花盆啊 找个有托盘的 为什么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 既然是招财术 就代表着什么财 那盆底下渗水 水流了出来 就代表说财水外流 是不是啊 就留不住财 那公司的利润呢 就像这个渗出来的水一样 你莫名其妙的就流走了 其实你们看 风水其实就是这样来看的啊 很简单 那么还有就是做生意的人在家里面啊 或者你们买房的时候 也要注意 最好是买什么呢 电梯房啊 不要买那种楼梯房 为什么呢 因为楼梯房啊 它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房型啊 大门外正对着的 一般都是向上或者向下的楼梯 那么这种刑局啊 我们叫做退气宅啊 也就是说不容易聚气啊 自然就很难达到我们风水中讲的 长风聚气的一个目的啊 特别是柴气 那么它是从入户门进来的 如果你家不做生意啊 就是普通的三班族 这个白领 那么拿死工资这种啊 那无所谓 那么影响也不太大 但是如果你们家是自己创业做生意的啊 这种房型就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啊 所以说呢 今天我讲了那么多啊 这个大家可以消化一下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留言评论 然后我这边会回复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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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